對 那請教一下蘇律師 因為這個蔡天鳳已經 跟前夫離婚了 可是他還沒有這個 跟雖然有男朋友 但還沒有結婚 那所以他們研判說 這個前夫家族之所以把他殺害 是因為他們還可以繼承他的財產 這樣有辦法嗎 我覺得這樣 這個分兩個部分 先回答鄭大哥 跟大家的疑問說 到底財產誰可以繼承呢 主要財產繼承 因為他現在結婚 那談家那個小孩 他沒有登記 沒有登記的時候 在法律上就沒有這個效力 雖然有公開儀式 所以變成他四個小孩 跟前夫生的兩個小孩 還有跟現在生的兩個小孩 可以記住就四個小孩 可是這件事情我認為發生 我注意到的點 跟大家可能有點不一樣 我認為正是錢的殺雞 這個錢是首先第一個 那錢是誰的 錢是誰的會造成殺雞 因為你看在媒體報導說 他有一個房子 跟登記在公公的名下 那個大概價值七千多萬 所以現在你想想看 港幣喔 港幣七千多萬 大概七二 兩億多 對 大概兩億八 兩億七左右 台幣喔 台幣你看 那麼多的 那個那麼多錢 那你看見名登記 你想想看 大部分我們在處理 見名登記的時候 你會跟你的公公公說 你下下來 你下下來 你字給我寫下來 那個白紙黑字 我從報導裡面看到說 其實它裡面並沒有 好像沒有什麼證據 甚至有人說 蔡小姐在生前的時候 問過他的律師說 這到底可不可以拿回來 他說你也有出錢 什麼好像可以拿回來 有這樣的描述 所以從這我就推論說 他們應該沒有簽下白紙黑字 那我們回到一個 情理上關係 今天如果登記在我的名下 我們兩個沒有白紙黑字 所有人都認為是我的財產 如果我是他公公的話 都是我的財產 今天你要把我的財產拿走 開玩笑 這我的 他說不對 是見名登記 你拿出證據來 沒有 大家就會吵架 那我從哪裡看到一個 很特殊的狀況是 其實香港媒體它有報導說 那個樓盤的時候 本來是 大家都講七千多萬 七千多萬 可是在賣的時候竟然有 他那個房長有降價 六千八 六千五 有這樣降價 表示什麼 要趕快脫手 極壽 極壽 所以那為什麼要這個錢 我從前面後果來排 那如果今天不極壽 慢慢來就不是 那極壽你看 以公公的態度來說 這是我的 你是你孝敬我 你應該是給我吧 我沒做什麼措施 他說怎麼會這樣呢 那如果這樣情況下 如果今天 這個蔡小姐不在 有誰知道這個事情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這樣爆出來的時候 沒有證據證明說 公公那個房子 法律上 為什麼是蔡小姐 怎麼會是她的呢 我的名字 她就孝順 她孝順給我 所以她孝順給我的情況下 沒有人可以證明 那在家你想想看 這四個小孩幾歲 你看蔡小姐她 她十八歲結婚 最大的小孩 她二八歲 最大就算給她算十歲好了 請問誰來幫 這個十歲的小孩子 處理事情 一定大人嘛 大人嘛 大人是誰 就是前夫 對 所以今天所有的狀況下 如果前夫也沒有主張 大家都沒主張 所以錢又在自己家名下 我們來算一下 七千萬 七千萬港幣 在公公名下 還是在蔡小姐的名下 這有很大的差別 雖然它裡面講說 我可能會買一千萬的房產給你 就算這樣差六千萬 六千萬就差兩億多了 所以某些人狀況上 第一個會產生這個問題 那我們再把整個來 稍微計算一下 光是見名登記 有這個七千萬 那如果媒體上講說 蔡小姐名下 好像大概有一億港幣 一億港幣 那這一億港幣 那一億港幣 如果四個孩子分的話 一人是兩千五百萬 所以今天如果蔡小姐 現在如果她還在的話 如果她還在的話 也許房子賣了 錢拿回去了 六千萬拿回去了 那她這個 因為她還在的話 她一億港幣也不用分 也不用分給小孩子 所以什麼東西 都是蔡小姐的對不對 可是如果她不在的情況下 那七千萬可能會留給前夫加 然後裡面的五千萬 不是要說 因為兩個孩子 前夫兩個孩子 五千萬港幣 又是前夫 她可以去掌管 加起來就 加起來就是一億多的港幣 所以這個地方 會讓人家起心動念說 那這樣 我就常講 財富規劃的時候 不是要想說 我要給孩子 或給誰比較好 而是想說 怎麼樣對自己最安全 因為你沒有做這樣 讓自己安全的時候 她就會起殺機 剛剛老師也講說 她就不管 法律上 她也沒辦法證明說 你沒有辦法證明 那個財產是蔡小姐的 那是公公的話 她就把這個東西斷了 那這樣 這條才是有 那蘇律師請教 就是說蔡小姐如果 她反正被殺害了 被殺害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我找得到證據 那對不起 她就 你就是犯罪 是 另外一種就是 找不到證據 那證明她失蹤了 是 那或者她找到了 屍體可是不知道誰殺的 那這樣的話 那個財產應該是怎麼樣 好 如果說是找到 找到這個人 是蔡小姐過世的話 那確實是 那這樣也是 他們殺害的話 那因為其實他們 本來就沒有財產繼承權 因為那兩個小孩子 是無辜的 小孩子穩定拿到 所以他們要抓去關 對 沒有辦法繼承財產 而且如果失蹤的話 也很好 對他們來 對犯作案者也很好 因為失蹤的話 那財產誰處理 財產就是那一億元 明擺的蔡小姐名下的一億元 那也是他們一半 可以出去處理 失蹤的人對不對 總是要有人幫他管理 管理財產 因為他有兩個小孩 兩個小孩 那那時候還有得爭 但最重要是 那七千萬的豪宅的部分 就不會有人知道 因為他失蹤了 那失蹤了 他也不會去主張 那一定時間過去就解決 好 對 記住我短期養恩 長期養仇 我們這個社會 其實借名登記還滿普遍的 因為老實說 要定期在自己的身份上 好像都有一些為難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書律師就是說 那如果要借名登記 要什麼樣的方式 才能自保 是 因為借名登記 最怕的就是口頭 你一定要書面 也就是說 你要寫出來說 我借你的名字 而且一剛開始就要先講好 後面人家不會簽的 因為你東西給人家 人家不會簽 因為剛才要借他名字 首先講先 我跟你 我借名登記 借公公的名字 然後這個實際上產權是我的 所以你不能夠拿去賣 怎麼講都要先寫清楚 大概是利好 可是有些人就是 留下那個證據會被威脅 不是 這個證據 對不對 對 所以一般來講 這個東西最好要保存起來 除了寫之下 我建議還是有做律師 做一個見證 然後可能有一些副本 律師有一份他一份 因為你要知道 都是自己家人 裡面東西都不見就是不見了 所以一定要有個副本 而且副本裡面要有些東西 還要律師概念 最好是有律師有見證 那你或者有這些存證 要不要寫說不得洩密 不得洩密我覺得不一定 如果有不得洩密也可以 就是看各自的講法 但最好是說這件事情 而且你的現金的流向 因為香港媒體有報導說 其實他們有去查一下 他去買房子的時候 都是那個公公出面的 所以這個資據上很清楚 不像有的是蔡天鋒出面的話 那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所以這個地方 真的要把一些資料都留下來 包含他權證等等要留下來 這一定要留 所以要寫一萬還要留證據 那最後我會建議說 還是要寫一份遺嘱 遺嘱意思是 因為很多情況下 要多幾個保護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上 為什麼這麼說 七千萬港幣 兩億八 那已經佔他的財產 已經差不多一半以上 落差一億 那七千萬一億七 差不多財產 你一定要寫說 遺嘱說如果今天 我今天有一些賤明登記 那未來是誰要拿回來 你沒有這樣做處理的時候 那這樣很危險 因為萬一真的是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個財產 有一個遺嘱執行人 幫他把它要回來 也就是不會 不會石沉大海 那我要回過來講說 當你做好法律的時候 就有一個好處 是那這些反社會性人格說 如果他如果死的話 對我沒好處 他會把財產拿回來 所以我常常講說 財富傳承 財富傳承 就是要對誰有好處 你活著 對他有好處 蔡天鋒活著 對公公有好處的話 他就不會那個 所以一定要想 用反面思考去想 設定說 我載的 我載 我只要我載 我給你二十 每個月給你十萬港 假設 給一個給你十萬港 我不載就沒有 那你會把我殺了嗎 不會吧 對 我載我給你十萬港幣 我不載沒有 那可能最低標準 那你看 你就會取捨 你要顧著我 又不是要害我 所以我就有道理 要這樣子 長期換不要留著 要留著 所以我們財富傳承 就是這樣要這樣 因為我老爸載 你要好好服侍我 不然我全出去 有道理 好 那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打砂 給大家 twenties 來一次